吵他妈的我们就跟阿泰那几个B样拼了嘛 我打开谁的火力强 拼 怎么拼 你看看你们 从上到下哪一个不在克尔药 人家是拿命给你们拼啊 不是给你们拼克尔药啊 吃归吃啊 我们打算还是一样嘛 你呀 动动脑筋做事情行吗 不要动不动就很便 要不要先跟自己便 黑帮老大龙哥最近心情相当不好 就在几天前 他的手下和日本山口组做毒品交易时 遇见了黑吃黑 对方的领头名叫阿泰 也是台湾黑社会里赫赫有名的狠角色 当时在台湾掌控秩序的黑帮 有三大帮派 分别是竹连帮 四海帮和天道帮 按照黑帮成员的来源 分为外省挂 本省挂 以及纵冠线三大类 有句老话叫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个阿泰正是本省挂 他当着龙哥手下的面 带人抢走了八百万货款 还杀了一个日本人 作为卖家的龙哥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却也很难对日本人做出交代 就在他发愁应该怎么给这件事善后的时候 对方却先找上了门来 来与他们交易的日本人有两名 被阿泰枪杀的那个叫伊藤 另外一个叫钱田 伊藤死后 他的女友加奈子 连夜从日本赶到台湾奔丧 他和钱田一起找到了龙哥 希望龙哥能够与他们合作 一同为伊藤报仇 龙哥当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 得罪阿泰 毕竟他可是台湾黑帮华士人的养子 为了平复两人的怒火 龙哥直接把货送给了他们 至于给伊藤报仇的事 他只字未提 就把两人打发走了 并且安排手下小豪负责监视他们 送走两人后 龙哥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去找华士人平平礼 华士人给了他三百万 说这是他与阿泰多次协商后 才从对方手中要到的钱 另外五百万 阿泰无论如何也不肯拿出来 他也没办法 言外之意就是 这三百万是封口费 此时到此为止 龙哥也不要再追究 龙哥混迹黑到这么多年 当然一点就透 尽管手下认为 他们被阿泰压了一头有些憋屈 龙哥却也只能认栽 吃下这个哑巴亏 然而钱田和家奈子 可并不打算放弃为伊藤复仇 他们跟踪阿泰的跟班 来到了一家赌场 想要伺机杀掉跟班 看到跟班手中拿着枪追上来 手无寸铁的家奈子转头就跑 跟班虽然没有追上他 却一枪打在了他的小腹上 家奈子忍着疼痛往回走 意识渐渐模糊 在昏迷前的最后一秒 他向龙哥派来监视 他的手下小豪求救 小豪虽然是个黑社会 却也有情有义 他把家奈子带回到家里 帮他处理了枪伤 这是家奈子在来到台湾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 别人对他的善意 不瞧的是 这个时候 小豪的女友来家里找他 看着从屋里出来的家奈子 女友当场闹起了分手 他拉开房门想要离家出走 迎面碰上了跟班一行人 小豪拉着家奈子 躲到了里屋的衣柜 又打破了玻璃 伪造出他们破窗逃跑的假象 竟然果然中击 家奈子逃过一劫 但马上就被小豪赶出了家门 他回到了伊藤和钱田的房子里 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伊藤的电话录音 怀念着他的爱人 然而在录音中 他发现伊藤一直在和一个名叫高桥的人保持着联系 对方也曾留言说过 有困难可以找自己帮忙 家奈子打电话给高桥寻求帮助 高桥虽然是一个日本人 在台湾黑棒里倒也混得风生水起 面对家奈子的请求 他原本不想插手 可或许是顾及到同项的情谊 他提醒了家奈子一句 伊藤的那笔钱有一部分在龙哥手里 如果他缺钱可以去找龙哥要 龙哥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给了家奈子两百万 让他赶紧回日本 家奈子拿着钱再次找到高桥 他从高桥手中买到了一把枪 还跟他学习了如何用枪杀人 他下定决心 要单枪匹马为伊藤报仇 高桥告诉他 阿泰和跟班都是化石人从小收养的孩子 俩人仗着有化石人称要无恶不作 而龙哥是化石人的老朋友 因此看在化石人的面子上 不会跟阿泰正面起冲突 双方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果家奈子想要复仇 高桥建议他可以先对跟班下手 这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非常好赌 加奈子来到了一家跟班常去的赌场 通过赌场老板联系上了他 跟班让他直接来找自己 然而他带着手下等了几个小时 加奈子都没有出现 他以为这个女人不过是虚张声势 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起料加奈子却早已埋伏在了他的家里 他原本打算就此将阿泰和跟班一网打击 和刺杀阿泰时失手 加奈子跳窗而逃 跟班拿着枪追了上去 结果被反杀 等到阿泰带着手下赶到时 只看到了跟班冷冰冰的尸体 失去情同手足的兄弟 阿泰悲痛欲绝 他提前与化石人打好招呼 说自己要报仇 此时的他深信不疑 加奈子是与龙哥喘痛 才能这么顺利的把跟班杀掉 这也说明龙哥很有可能要勾结山口祖 要吞并本省挂的势力 在得到化石人的默许后 他就展开了针对龙哥帮派的大屠杀 而这对于龙哥来说 无疑是人在家中作 郭从天上来 龙哥的手下不断捡员 一时间台湾黑道人心惶惶 龙哥被逼急 去找化石人为自己做主 可化石人当起了何时老 他让龙哥与阿泰合作 共同抓捕加奈子 而阿泰手下的工厂 也可以与龙哥合作经营 双方各拿分红 回到公司后 龙哥给手下开了一个会 这段时间他心里交嘴 想要休养一段时间 手头的事情就交给左膀右臂 阿明和阿杰来负责 虽说两人都对龙哥忠心耿耿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阿杰脾气暴躁 做事不过脑子 阿明为人谨慎 为此他没少被阿杰挑衅 阿明听从龙哥的安排 去和阿泰谈生意 阿泰借机开始挑拨离间 说现在他没法安心和阿明合作 因为阿杰就像个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操起家伙 跟他拼个你死我活 要是想好好挣钱 必须先解决阿杰 阿明早就看阿杰不顺眼 经过阿泰的煽风点火 当即决定去亲自做掉阿杰 他和阿泰一起来到了阿杰住的公寓 独自上楼敲开了阿杰家的房门 阿明杀掉阿杰后准备离开 然而一开门正巧碰上了 被阿杰指示去买东西的小豪 小豪被阿明捅了一刀 连滚带爬地跑下了楼 与此同时 一直暗中跟踪的迦奈泽也来到此处 就在他想要向阿泰开枪的时候 浑身是血的小豪出现 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暂时放下了复仇的念头 把小豪送回了家里 给他处理伤口 然而又被小豪的女友撞见了 女友哭着跑去向阿明告状 小豪则昏睡了过去 等到他醒来时 发现加奈子并不在他身边 阿明的手下则找上了门来 另一边 离开小豪家后 加奈子挟持了阿泰的女友 他让高桥作为中间人 向阿泰索要80万的赎金 这个数目对阿泰来说 还不计他银行账户上的一个零头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可以给钱 但是他要和加奈子见面 亲手把钱交给他 到了约定的这天 阿泰独自赴约 但加奈子其实根本没想 让他活着回去 阿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加奈子松了一口气 以为自己大愁得宝 凑近看才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他穿了防弹衣 就在阿泰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 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他见状赶紧逃跑 警察给加奈子戴上了手铐 却没有把他送去警局 而是送到了高桥手中 原来高桥与警方之间 一直都存在着合作关系 高桥向警方保证 会尽快把加奈子送回日本 可加奈子却不愿放弃 他还没有让阿泰付出应有的代价 另一边 小豪被阿民抓住求见了枪 女友念及就情 偷来钥匙 悄悄把他放走 被阿民的手下发现后 对小豪展开了追伤 幸亏加奈子及时出现 救了他一命 而就在这时 阿泰也带人找到了加奈子 无奈 两人只能兵分两路逃跑 小豪杀掉了两名阿泰的手下 阿泰则是独身追着加奈子 进入到了一个百货商场里 商场中的障碍物很多 他四处搜索着 好不容易才发现了加奈子的弓箭 最后一个仇人被解决 加奈子终于能够安心返回日本 他又带着小豪一起离开 高巧为他们安排了 隔天凌晨开往日本的渔船 两人在码头边过夜 等加奈子一觉醒来 却发现小豪不见了 墙上只留下了一行字 凌晨四点港口见 原来 在小豪被放走后 阿民抓住了小豪的女友 将她丢进河里溺死 小豪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 决定要为女友报仇 他在深夜闯了阿民的家 杀掉了阿民 可自己也没能逃脱 被寻仇的命运 加奈子在码头等候着小豪 因为执意不肯离开 被渔船老板赶下了船 从黑夜等到白天 他才终于意识到 小豪再也不会出现了 降死趁现在上映于2000年 电影真实展示了 台湾省本土黑棒的生存状态 不管是本省挂还是外省挂 他们之间共存的关系大于对立 即便龙哥和化石人有了利益冲突 最终也是双方坐了下来 商谈如何利益均分 而年轻一辈的骨干如阿台阿民 想要跳脱出老一辈的影响 但都不是革命性的 只是期望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片中阿台抢了日本人的钱 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不过并不是重点 外来的日本人迟早是会被内部消化的 重点是被杀的日本人的未婚妻加奈子 为爱复仇突然杀了出来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黑帮世界里 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就显得非常突兀 而且不同于那些传统的依附于男人的女人 加奈子勇敢 独立 而外来者身份也加深了他作为破坏者的特性 也让他的复仇更具戏剧性 尽管电影的剧情有点拖大 但影片人物塑造都很优秀 喜欢台湾黑帮片的可以一看